郭嘉文自从与李泽楷公布了恋情之后 他的私人生活就一直被港媒关注着 尤其是这几年他与小超人男友一直没有互动 这更加引起了大家的猜测 是不是他已经和男友分开了 是不是他已经成为了一种过去式 对于港媒一直以来的猜测 对于大家的各种舆论声音 郭嘉文却选择沉默 一直不进行正面的回应 11月22日 郭嘉文分享自己的三连拍子拍照片 照片之中的他抱着自己的宠物狗在这豪宅之中玩乐 看来这一段时间的郭嘉文宅在家中享受生活 镜头之中的郭嘉文状态不错 而且似乎染了一个新发型 抱着宠物狗的他与大家打招呼 虽然郭嘉文已经29岁了 但他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好 而且看不出已经是一个快要年满30岁的女人 要知道在他24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千亿男友李泽楷的认可 并且男友公开陪着他一起逛街和参加一些商会 如今男友不再出现在他的镜头之中 但郭嘉文个人的生活质量却仍旧还是非常高 有熟悉车辆的网友表示郭嘉文所坐的这一辆车 应该是以前他和闺蜜林凯恩一起逛街购物的那一辆 而且价值不低于50万 但郭嘉文应该不止一辆车 曾经他和闺蜜多次在香港的中环广场购物 而且也曾接连换了了几辆车进进出出 甚至走的是VIP通道 当然这也不排除是当时男友小超人派人接送他 不过据港媒透露 郭嘉文在维港家中的地下车库之中 至少有两辆百万级别的豪宅 曾经有一辆黑色的车子男友小超人也曾坐着中他一起外出就餐 而他分享宠物照片的镜头之中 估计是他其中的一辆豪车 郭嘉文坐在副驾驶位置分享自己和宠物狗狗的照片 这也足以证明他的生活很幸福很自由 而且生活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去年的时候 郭嘉文还曾牵着宠物狗外出散步 当时的他打扮得贵气十足 并且发文形容好天气 好久没有在楼下散步了 所以带着宝贝一起散步 细心的网友会发现 就连当时小狗的眼睛上也被他戴着一双小眼镜 很是可爱 当时的郭嘉文称散步的地方是楼下 估计正是维港那一套价值过亿的豪宅 虽然郭嘉文并没有分享豪宅内部的环境 但其实从外围的一些风景来判断 此豪宅位置幽静 而且环境非常好 整个香港的风景尽收眼底 属于富人区之中独有的风景线 关于他与男友之间的一些事情 至今外界一直舆论不断 甚至还有人形容他已经和男友彻底的分开了 已经长达五年没有互动的他们 的确是难免会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已经离开了李泽楷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